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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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了解台湾目前的人子及共和 也都认为人口老化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危机 特别是在去年 65岁以上的人口数已经等于14岁以下的人口数 今年年初 65岁以上的人口数的比例已经来到14% 换句话说 台湾已经正式迈入高临的社会 如果再看看去年出生的人口数 小于20万出生 人口的危机 真的是台湾应该要严肃面对 所以蔡英文总统 她急促了长到二年 为了要落实这一个重大政策 会率领了某份相关的部位 一个县市一个县市去座谈 去了解然后去解决问题 一直到台中看到完全没有问题 进行这个行程之前 行政院有先开过库 特别去盘点各县市座谈会提供什么问题 需要行政院来解决 所以我们的部长还有内政部业务部长相关的部队 也一一的去解决了各地方政府 事先做谈会之后提出来总统的问题 包括地幕的问题 建筑实用值上的问题 消防问题 经费的合作问题 甚至以终点计算 改为总额支付的这个方式 让专业可以进来 所以虽然台湾还没有走完一圈 但是我要跟蔡展规公文报告 各地方在实行长照2.0所遇到的总统困难 行政院本地负责的态度 都予以第一解决 当然就属创意而言的话 我们在这里看到季老师所这个 整本生活法是一个神理性的创意 好 那我们看各县是 那是一个点的创意 也就是一个线的创意 那你这个是一个面的创意 是一个整理的创意 把社会企业的精神再进来 让社会在讨论的 真的长照问题可以成为产业吗 让他们相信这个很好 好 谢谢大家